这是一只狮子,它正藏在旁边的草丛里,试图偷袭面前的斑马,但狮子躲藏的地方一点隐蔽性也没有,而斑马也跟傻了一样,呆呆地站在原地,任凭狮子用多么炽烈的眼神盯着它。 它也无动于衷,你们说斑马到底有没有发现旁边趴了一只熊狮,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,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视频中的画面就像静止了一样,狮子趴在没它高的草丛里,一副掩耳到灵的样子,似乎认为自己的潜伏完美无瑕,斑马静静地站在一片空地上,仿佛魂不在身上。 如果不是斑马的尾巴,时不时还会动两下,不知道的还以为它们是雕塑。 看到这僵持的局面,小编怀疑斑马早已发现了藏在左边的狮子,只是它不敢逃跑,因为它一旦逃跑,这么近的距离,狮子一个爆发就能将它拿下。 所以它决定,以不变硬万变,巧了,狮子也是这么想的,敌不动我不动。 就这样又过了一会,狮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,直接冲向斑马。 反观斑马不知道是不是站得腿麻了,狮子已经靠近它,才反应过来想要逃跑,但已经晚了,狮子一口咬住了斑马的脖子。 被咬住的斑马只是单纯地张着大嘴,似乎是试图呼吸,但它已经被雄狮咬住了气管,发现呼吸不太顺畅后,斑马才开始挣扎起来, 不过终究是白费力气。狮子咬住斑马,在地上暗表走了半圈,背面对着摄影师,似乎不想给人看。 斑马还是刚刚的那副痴呆样子,从刚刚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,变成现在躺在那里,一动不动, 任凭熊狮对它这样那样,一点要挣扎逃走的意思都没有。 不知道是不是失恋了,让它没有了活下去的欲望。 我们知道熊狮的牙齿非常的锋利,面对熊狮的尖牙利齿,斑马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。 熊狮也有点毛病,它的前掌翘起,生怕挠住了斑马的脸,只是轻轻地搭在上面,怎么狮子捕猎动物,还怕毁容了没有食欲吗? 渐渐的狮子感觉到斑马没有反抗的意思,放松了下来,也趴在了地上,似乎捕猎这只斑马,把它累坏了。 不得不说,这只狮子也是心大,丝毫不担心会有其他掠食者来抢夺它的猎物,要知道街溜子斑猎狗是有名的机会主义者,最喜欢捡便宜了,但这只熊狮的运气比较好,一直没有猎狗出现。 此时的斑马躺在地上,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,都把自己给吓尿了,但狮子并不在乎自己的食物干净不干净,依旧继续自己的工作。 那么最后的结局显而易见,一心求死的斑马这下彻底凉凉了,发现斑马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,熊狮咬着猎物的脖子,尝试着将它拖走,但这只狮子根本拖不动,费了老大劲,只拽了两米的距离,这下子狮子也没有办法了。 肯定有人会问这只狮子为什么不吃它,小编猜测,熊狮可能是想将猎物带回领地,分享给同伴,毕竟从视频上看,它的肚子挺大的,根本吃不下去,它最后呆呆地望着镜头。 不知道是不是寻求帮助,你们觉得呢? 好了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